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次主要聊到的是关于梵高的生平经历 今天我们就会来看一下他最著名的这一幅作品 或者说这一系列作品也就是向日葵系列 那么梵高的作品我们前面说到在梵高之前和之后 很少有梵高是这么狂热的爱者狂热的生活者 用他整个的生命投入到他热爱的事业当中 所以有这样一句话 说梵高的画作是强烈的色彩 强烈的感情 好 我们看一下 强烈的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是如何落实在梵高的艺术作品当中的 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幅他的向日葵 好 那么梵高呢 画向日葵其实画了很多幅 梵高 前面我们在讲梵高的生平的时候 当他后来真的从事绘画 也就是开始学习绘画以后呢 他也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 特别呢 他也去到了法国 因为他本来是赫兰人 本来在赫兰 结果去到法国以后 他看到印象派的画作以后 他的绘画风格就从过去的暗中色 很古典的 然后变成了这样一个鲜亮的色彩 明亮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丰富的画面 好 结果呢 他后来呢 就专门到了法国的南部叫做阿尔 然后到阿尔的时候呢 他是带着理想的 他跟提奥说 他说我先去 然后我再写行邀请一批艺术家来到阿尔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就像艺术公社这样的一个组织 他问一大群人呢 我们在这里呢 一起来做画 所以带着这个理想的梵高去了阿尔 然后呢 他邀请的所有画家里面 只有高跟回应了他 结果呢 其实呢 是高跟张时呢 在塔西提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已经穷困到 又是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然后高跟呢 说答应来阿尔和梵高在一起 但是呢 要求提奥要提供他的差旅费啊 就是他去到阿尔的费用以及生活费 好 提奥就答应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梵高呢 是为了迎接高跟的到来 他为了迎接高跟的到来呢 就画了很多的向日葵 然后为他当时给高跟准备的那个房间 就是装饰高跟住的那个房间 然后就在房间的四周墙壁上画了好几幅向日葵 好 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开始画向日葵 而且呢 当时呢 向日葵也是阿尔这个地方呢 非常经常容易看到的一个 向日葵是一个农作物 因为阿尔的阳光很好 很适合向日葵的生长 而梵高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画家 所以他很喜欢向日葵的金黄色 而且我们知道向日葵有一个特点 是因为它随着太阳 他的画头是随着太阳去他的方向 所以说呢 梵高觉得这个随时跟随太阳 跟随着生命 就跟随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能量的 这个呢 是梵高特别特别喜欢的 所以梵高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画向日葵 好 那么梵高呢 向日葵其实是画了好几幅 其实画了好几幅 然后这里呢 这一幅呢 我们看到的是在 现在的英国的国家美术馆 好 那么这一幅呢 实际上前面呢 我们在讲梵高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提到 那么梵高的这个 他的弟弟齐奥的妻子 一双乔安娜 当时呢 只展出梵高的作品 但是不卖 但是后来这一幅画 是英国政府和乔安娜 可以说谈判或者说是沟通了很长时间 乔安娜最后才卖了这一幅作品 把这一幅作品呢 卖给了英国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英国的国家美术馆 可以看到这一幅作品 好 然后这幅作品呢 是我当时用相机拍的 用相机拍的 好 那我们看啊 梵高带着极大的热情为了迎接高跟的到来 而画了向日葵 结果后来向日葵成了梵高追求生命 追逐生命 并且投入他所有热情的一个最著名的画作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啊 虽然是画的插在瓶子里的香日葵 花瓶里的 可是呢 我们看一看这些花骨朵 它有含苞带放的 它有含苞带放的 然后呢 还有盛开的 就开到了极致 极力的在展现自己最棒的 然后最成功的 最炫耀的 这一刻的香日葵 然后呢 还有呢 已经开到极致以后呢 又快要衰败 就快要快要落了 快要落下去的 这样的一些香日葵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这个香日葵基本上在它的 每一副的这个香日葵里面的这样一个十几多 香日葵花朵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类似于生命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好像我们人从出生 然后到小婴孩学步 然后这个不太成熟 然后到我们的中年这样一个盛开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处在生命的最巅峰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 再到了中老年 然后再到晚年的衰败 所以说呢 它其实是一种隐喻 所以我们说是一种隐喻 它说花朵从开放到凋谢的整个过程 而梵高可能始终在思索的是生命的现象 从初始成熟到衰败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生的重大命题 人生的重大命题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画作的其他细节 看一下画作的其他细节 然后这一副呢 其实我个人呢 也是特别喜欢的一副 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冷色调的背景 然后衬托前面暖色的香日葵 它一个冷暖色对比 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间这个花朵的花朵的画法 我们看一看 当我们把这个花朵我们看 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花朵是立体的 因为它那个颜料是厚厚的堆积在上面 然后堆积以后呢 又形成了一些机理效果 它毕竟不是简单的堆积 然后梵高呢 通过它的这样一个花笔 或者是刮刀的这样一个对于颜料的塑造 我们看到有笔痕 然后有颜料堆积所留下的痕迹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当你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这些画作 你发现它不是平平的涂抹的油画作品 不是那种很光洁细腻的美丽的 像我们之前没看到像古典的像安格尔等等 那样一些很细腻光滑的作品 它不是 那么这个作品你甚至觉得你用手摸上去 它是粗糙的 你就和你去摸一个真的向日葵 是一模一样的 你是手你是有触感的 所以它有点像浮雕作品 它是半立体的 它是半立体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样的作品是有生命能量 好 我们再看几个放大的细节图 我觉得梵高的作品的细节图呢 应该是最能够引人注目的 好 这里呢 好 我们先看一段话 我们先看一段话 然后这里有两段话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段文字呢都出自于梵高 而且这两段文字如果你仔细地读 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在这个文字里面蕴含着梵高 在它蕴含着画作里面的 它所想表达的那种生命的能量 让我们看这一段 它说一列剪掉树梢的柳树 有时看起来好像是借贫索钱 排队等待思舍的人 大家看它把柳树和人再相比较 好 它说新长出来的玉米 带着某种无法形容的温柔 让人产生安睡的婴儿的印象 好 玉米和婴儿和温柔联系在一起 一片打了霜的卷心菜 冻僵式地种在地里 使我想起在清晨看到的 站在咖啡摊子旁一群一枣单薄的女人 所以大家看哦 梵高在他的作品里其实画了很多 包括葡萄 玉米 柳树 卷心菜 有一些我们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些农作物 可是梵高在看到他们的时候 梵高想起的都是人 他是把他们当成人一样来画 他说当我画太阳时 我希望使人们感觉到它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旋转着 正在发出威力巨大的光和热 而当我画麦地时 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地内部的生命力 正朝着它最后的成熟和展开而努力 而当我画苹果树时 我希望人们能看到苹果里面的果汁 正要把苹果榨撑 而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而奋进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太阳 然后我们看到麦地 然后我们会看到他画的苹果树 那么梵高是如何看待这些物品的 他和我们看到我们是物品只是物品 可是梵高看到的物品都是活生生的物品 甚至是活生生的人 他说以这幅葡萄园的风景为例 这里我放出了这幅红葡萄园 然后这是梵高生前唯一卖出的一幅作品 五百坊了 下面这一幅是人们PS以后 给他加了一些 加了一点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聚焦效果 他说以这幅葡萄园的风景为例 高跟 这是他跟高跟在说话 刘神 那些葡萄就是要炸裂 把汁水直喷进你的眼睛 喂 仔细看这道深谷 我希望使人们感觉到 已经有成千上万吨的水 从这深谷奔泻而去 当我给一个男人画像时 我希望人们感觉到 这个男人滔滔流过的一生 他所见的一切 他所做过的一切 和他所经受的一切 所以大家看 凡高在画葡萄园 画红色的葡萄的时候 他内心里奔涌的能量 包括他在画这个旁边的 这个湖水的时候 那个水是在倾泻的 代表了生命能量的倾泻 所以凡高在画画的时候 他所感受到的 是这样的一些能量 好 下面这一段话呢 也很动人 比方高跟问他说 你的用意究竟在哪里 然后凡高说 在这儿 高跟 促使庄稼向上涨的田地 在深谷中奔流的水 葡萄的枝叶 和仿佛从一个男人身上 流过的他的一生 这一切都是一回事 是同一种东西 生活中唯一的一字 就在于节奏的一字 我们大家 人 苹果 生骨 耕地 庄稼里的小车 房子 马和太阳 全都追随这个节奏跳舞 造就你高跟的东西 明天将从葡萄里炸出来 因为你和一粒葡萄 是一回事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凡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佛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一花一世界 凡高看到一粒葡萄里面 就可以看到高跟的一生 那么佛陀在看到 一朵花朵的时候 他看到了整个众生世界 整个宇宙 所以我们会看到 凡高的意识层次 是在哪一个境界里 然后我们看到 他刚才讲到的麦地 然后找了一幅 关于和麦田有关的画作 那我们看这个麦田 其实我在看这个麦田的时候 他的那个曲线的 这个波动的麦田 你真的觉得他好像在动 他真的在动 好我们再看下一段 他说当我画一个 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时 我希望人们感觉到 农民就像庄稼那样 正在向下 会融会到土壤里 而土壤也向上 融会到农民身上 我希望人们感受到 太阳正注入到农民 土地 庄稼 梨和马的内部 恰如他们反过来 又注入到太阳里面一样 当你开始感觉到 这世间万物运动的 这一普遍的节奏时 你才算开始懂得了生活 好我们看这幅作品 梵高提到在田地里干活的 一个男性的 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农民的一生 那么当他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 他和土地 以及土地和他的能量 是融会贯通的这一生 所以当你看到 这样的画作的时候 你怎么会不感动呢 就一个人的一生 全部在这一幅画作里 而梵高是带着这样的热情 去画这个人 他可以说 把他一生的经历 都用来画这一刻 这个男人 然后这个麦地 画葡萄 画苹果 所以梵高说 如果生活中 不再有某种无限的 深刻的 真实的东西 我将不再眷恋人间 所以我们看到 同样是生活 可能同样面对麦田 同样面对苹果 葡萄 可能梵高看到的 远远比我们要深刻 他能感受到 这些物品里的生命力 好所以带着 这样的能量 梵高在作画 所以我们再来看 然后这一幅呢 是梵高某一幅 向日葵里面 我们把种子的部分放大 我们看 种子的堆积 厚涂的颜料 然后加上它 肌里的树成 你会觉得 这个果实就是 沉甸甸的 然后真的是 可以触摸的 可以被感受到的 它不只是在一个 平面的那个画面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它 即使是枝叶的描绘 你会看到 梵高它将笔上的颜料 重重的压在这个画布上 然后形成了那种 突凹的痕迹 好这样呢 就形成了枝叶 所以你看到 有人说梵高 是它怎么画上去的 就怎么留下来了 它的画面 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 梵高这样画好费颜料啊 当然这个牺牲是值得的 而在梵高之前 没有人把油画颜料 堆得这么厚 不敢堆得这么厚 因为过去的传统 没人敢这么做 包括印象派 但是梵高就敢 他敢做前面的人 从来没有表现过的 表达过的东西 所以梵高带着这样的热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梵高就像生命的先驱者一样 他就用画布来表现 好 所以我们说强烈的色彩 强烈的感情 好 我们下面再看 好 这一幅 好 那么在这幅作品里 我们看到 仍然是立体的相日葵 特别是中间这一部分 我让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马上要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放大图 好 我们看一看这一幅 好 我们看一看放大以后 刚才中间这一部分 结果放大以后 我们看看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看这一块 这一块我当找到这个细节图的时候 我非常的震惊 而且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我们看这个细节图 比我们前面看到种子部分的 它的立体效果还要好 你会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 这个相日葵的那个种子 那个花蕊的那个部分的盛开以后 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瓜子 这个相日葵那个子的那个感觉 它真的就是马上要爆裂开来 然后这样的激励效果 从来没有人敢在画面上这样画 所以有人说 樊高是在用油画颜料来做雕塑 所以形成了这么立体的浮雕效果 好 我们看这边也是 这边的一个放大图 这也是上面有花朵的部分 花朵的部分 好 然后我们看呢 刚才看到的这种种子部分 你真的感觉到是沉甸甸的种子 沉甸甸的种子 好 这一个放大图 我们说花蕊部分 你会看到它即将成为一个沉甸甸的果实 而且这个花蕊它往下 虽然是往下垂着 你甚至觉得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重量 它的分量就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说樊高的画作是 饱含了生命能量和生命力的 这幅作品呢 是我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看到的 然后这是我拍了一张摄影的照片 然后这里我真的很想给大家看到的是 大家看一看 樊高画的这个向日葵的花瓣 大家看看这些花瓣之叶 你觉得这个花瓣之叶的形象 你看上去像什么 有没有像那个正在飘动的 动的那个火焰呢 像那个火苗正在 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微风 然后它像是非常有动感的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樊高在画所有的 包括这个向日葵 包括画其他的一些金舞 他真的就是把他的生命力画在里面 所以说虽然是一个镜子的画面 其实它真的很有动感 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 我们去看这个花瓣的感觉 非常非常美 真的很美 好 因为讲到后图法 我们再看一个 这幅叫做圣玛丽的海景 圣玛丽的海景 其实这幅我不放大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怎么在画海浪 那这个颜料的堆积真的是 你这夹击上去稍微揉立一下 就成为了海浪 然后包括它颜色的丰富 好 这里我也有一个放大图 我们看一下 这个颜料 就完全是这样堆积起来的 好 但如果说这个放大图 我们不说它是一幅作品的话 你说这就是调色盘 你相信不相信 你觉得真的有点像画的时候 那个调色盘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这样的后图的堆积法呢 真的绝对是 樊高是这样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好 这个呢 也是我在大都会博物馆 所看到的一幅 就是有四伯的麦田 有四伯的麦田 有四伯的麦田的这个题材呢 其实樊高做了好几幅 但是我想给大家看这个细节 就是这个画面细节 好 我们把它放大看一下 我们来看看 我当时看到这个细节 其实我觉得非常惊人 所以我拍了这张照片 你看它真的就是 用颜料在雕塑 我觉得这就像一个雕塑作品 只是它是用油画颜料完成的 好 所以这也是 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句话 樊高他是怎么画上去 就怎么留下来 同样我们可以感受到 强烈的色彩和强烈的感情 好 樊高在面对他的 每一幅作品里呢 他都带着这样的热情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这里呢 有两幅都是椅子 都叫做椅子 好 这两幅椅子呢 我们看到 但是它稍有不同 对不对 好 我们看到呢 上面有蜡烛 然后呢 还有书本啊 烟斗啊等等 好 然后这一幅 这一幅呢 也是看到有烟斗啊等等 所以这一幅呢 这样的画作呢 我们可以有点类似于 镜物画 它有点类似于镜物画 但是其实呢 它和前面我们讲到的 这个向日葵 以及包括剪下来 那个枝叶的向日葵 其实它是 有非常相似之处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说 既然是椅子 应该有人坐 对不对 那么可能是谁坐呢 那么有些作品呢 它直接就叫做 高跟的椅子 可能那个椅子 经常是高跟坐的 可是呢 因为高跟来到了 这个樊高身边以后呢 开始好一点 可是很快 真的是很快 然后他们呢 就会经常吵架 为他们的艺术理念 然后为 包括为吃喝拉撒 然后为很多的事情 要会争吵 比方说樊高 他画画画得太投入 然后樊高负责做饭 然后呢 做饭的时候 然后坐着坐着 怎么就把那个颜料 搞错了 就当成调料 放了一点进去 然后那个汤 就有一点颜料的颜色 所以他们有时候 不得不喝 那个颜料煮成的汤 然后那么高跟 就会有意见 然后呢 他们的钱 因为高跟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钱 他们就像共产族一样 然后他们就 有一个罐子里面 都放了钱 像都是提要给的 樊高的钱 好 他们要去干什么的时候 就拿一点钱 然后那个时候呢 因为是在阿尔 然后两个单身的男人 然后包括呢 他们去妓院 他们有时候一起去 然后就有时候呢 高跟也会 就是去妓院拿的钱 也是从这个罐子里面拿 然后有时候樊高就抱怨 高跟去的太多了 钱拿的多了一点 所以他们就会问 这些事情在 会有很多很多的争吵 然后包括画怎么画 那个颜色怎么表达 那个争吵就更多 所以说呢 可能高跟的椅子 曾经是高跟坐着 也许高跟坐着 跟樊高跟讲着讲着 站起来摔门而去 然后很不爽 然后结果呢 他离开以后 就只剩一个空空的椅子 可能这上面 就是曾经高跟抽的烟斗 或者看的书 然后正好就放在上面 然后樊高就只面对了 一个空空的高跟的椅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椅子 画了下来 所以在面对这个椅子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仅仅只是 面对这一张椅子而已 特别对于樊高来说 所以说樊高呢 就画了很多关于 这样的一些椅子呀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作品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虽然我们最后讲到的是 樊高的椅子 但其实呢 我们今天是以向日葵系列 来给大家做的介绍 但是我们会发现 不管是椅子也好 还是向日葵也好 樊高都倾注了 他所有的生命的能量在里面 而且呢 对于樊高来说 向日葵也是人 麦田也是人 葡萄汁 苹果也是人 椅子也是人 对樊高来说 所有的静的物品 都是有活着的生命能量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体 所以樊高是带着 这样的热情来作画 所以我们说 强烈的感情 强烈的色彩 在樊高的每一副作品里面 都有表现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讲到的是 樊高的自画像系列 我们看樊高如何将这样的情感 将这样的热情 倾注在他的自画像里面 怎么样倾注在他自己的 这样一个生命体的表达上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